当女人的智慧驾驭不了美貌 那么将会是一场灾难 会让美丽的女人万劫不复 戴安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她闪耀如星星高贵如天鹅 被赞誉为英伦玫瑰 但是她的命运却令人未知动容 大起大落悲喜交加的生活 把她逼成一个疯子 甚至在36岁就香消玉玉 而她的情敌卡米拉却是一个平凡丑陋 却笑到最后成为王后的女人 戴安娜和卡米拉是英国 王室中备受关注的两位女性 戴安娜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她善良接地气和民众打成一片致力于做慈善 但她的生活却充满了痛苦和不幸 她的丈夫查尔斯王子并不爱她 而是爱上了又老又丑的卡米拉 戴安娜在婚姻中感到孤独和无助 她试图通过自杀来引起丈夫的注意 还在怀孕期间从楼梯上滚下来 试图阻止查尔斯王子去和卡米拉约会 但是却没有成功 戴安娜哭过求助过婆婆伊丽莎白 也和查尔斯推心制服过 甚至当面和卡米拉谈判 结果她都失败了 乌鲁克走的戴安娜选择了报复 她要让查尔斯的头上也长点绿色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厨师马夫运动员 富豪来者不惧 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魅力 然而她的情夫们无情地出卖了她 有人把和她的关系写成书售卖 也有人半夜报警称被王妃骚扰 高贵典雅的璀璨明珠人设崩塌 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查尔斯先背叛她 但是在英国也是一样 男人可以聊远 女人不能点灯 最终她选择了离婚 放弃王妃身份过自由的日子 但是她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 她的离婚让她成为了英国王室中的叛逆者 她的生活充满了媒体的关注和骚扰 离婚以后她马上就有了新的男朋友 两人高调秀恩爱 这让王室感觉蒙羞 她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时刻被人监视 最终和男朋友多迪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卡米拉则是一个睿智的女人 她的生活充满了荣耀和幸福 她非常大胆和独立 拥有高学历高智商 不像戴安娜十九岁就放弃 学业嫁给大十几岁的查尔斯 卡米拉和查尔斯王子的关系一直存在 在查尔斯去伏兵役期间 她毫不犹豫嫁给别人 根本不给查尔斯留情面 用事实告诉她 老娘不在乎你这个王子 但是直到戴安娜的离婚之后 他们才彻底公开了恋情 卡米拉并没有像戴安娜那样 受到媒体的骚扰 她的生活充满了尊重和爱 她和查尔斯王子 在2005年得到女王的认可 58岁两人结婚 成为了英国王室中的一对幸福夫妇 卡米拉的睿智和智慧 让她成为了英国王室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她的生活充满了荣耀和尊严 同样拥有不一样的男人 卡米拉的前夫祝福卡米拉 成全卡米拉并且和查尔斯成为好兄弟 卡米拉成为王后 也尽力为前夫争取利益 还请求查尔斯国王给前夫加封禁绝 而戴安娜的丈夫查尔斯 伤害她她的情人也出卖她 最爱她的多敌 却和她一起丢了性命 卡米拉的颜值和出身 完全不能够和戴安娜相比 但是她却在这场情战中赢得很漂亮 即使没有给查尔斯生下一儿伴侣 也仍然没有影响她的地位 女王给了查尔斯60年的时间 让她自由选择伴侣 查尔斯却始终坚持要卡米拉做她的王后 戴安娜和卡米拉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爱情和生活中的不同命运 戴安娜的美貌成为了她的困扰 她嫁去王室就是因为光鲜的外表 会意外去世也是因为多敌迷恋她的外表 狗仔追随她的热点信息 她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和不幸 她的离婚和不幸的死亡 让人们反思媒体对于公众人物的关注和骚扰 以及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和权利 而卡米拉则是一个睿智的女人 她的生活充满了荣耀和幸福 她和查尔斯王子的婚姻让人们看到了女性在婚姻 终应该拥有的尊严和自主权 她的智慧和睿智 也让人们看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和价值 总之戴安娜和卡米拉的故事 让我们反思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 女性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选择 不应该被美貌和外表所束缚 而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尊严 同时社会也应该给予女性 更多的尊重和平等的机会 让她们在职场和家庭中都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 虽然都曾经是同一个男人的妻子 戴安娜付出了更多她生了两个孩子 付出了最宝贵的青春承受了太多的不公平 而卡米拉的青春给了别人孩子也是替别人而生 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 查尔斯都一直宠溺着她 她会受到任何伤害 甚至在原配戴安娜面前耀武扬威 所以拥有美貌还要能够有驾驭颜值的智慧 否则一旦失去原则就会万劫不复